海县首座的国民届儿童运动中心是举行了上凉典礼 总经费超过了6.4亿 一楼规划有温水游泳池 二到四楼则有体式能空间和综合球场 共设有350格的平面停车格 预计今年8月主体工程完工 明年暑假前正式营运 牵上姓名见证白色大钢梁缓缓升起 台中市清水国民届儿童运动中心 工程进度超过50% 上凉典礼正式启动 我想这个运动中心在两年前动工 原本以为受到一些战争物价的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施工团队努力之下 今天如此的一个完成上凉典礼 这是海参第一组的国民运动中心 今天中流浪贝尔队的完工 这是我对海参民众的幸福 成立这组新来的运动中心 然后大家一后来运动就不怕方法 更加方便 好运旺旺来 来所有的名义代表 拿出凤梨菜头象征好运旺旺来 清水国民届儿童运动中心 面积有23000多平方公尺 总经费超过6.4亿元 一楼规划儿童及多功能空间 并设有8个水道的温水游泳池 2到4层楼则规划有体式能空间 及综合球场等 另外停车免烦恼 设有平面180格汽车停车格 170格机车格位 预计今年8月主体工程完工 明年暑假前正式运营 在一楼的部分呢 我们还有路外的这些锤球场 还有广大的草坪活动 那在室内呢 也广大总楼底板面积 大概有4000坪左右 从一楼的温水游泳池 到二楼的一些设施 那另外它会挑高 到三楼四楼呢 它是很多的体式能中心 还有一些竞技中心 明年大概用2到4个月之间 去进行试营运 包含未来营运厂商的细装修 还有它的运动设施设备的进驻 那试营运完之后 我们预计会在明年的上半年 那应该在暑假之前 我们来做一个对外的开放跟启用 大量桥木围绕 敖峰山山软交叠 设计明亮优雅 海线第一座的国运中心 不仅功能丰富 更成了地方特色建筑 也许多众 一路 有一路 一路 一路 感谢观看